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关于长寿花的千叉 长寿花属于多肉类,花期长 长寿花不耐寒,冬天的时候需要把它搬到室内养活 所以我把它种在花盆里 长寿花特别容易千叉 连这个根部一起剪下来 用三个长寿花的枝条来插一盆 现在是夏天,特别适合长寿花的生长 夏天的时候把长寿花搬到室外 每天保证六小时以上的太阳光的照射 它就会生长得特别好 叶片绿油油的 长寿花属于多肉 所以它特别的耐旱 就这样简单的把它埋到土里就可以了 再扦插完毕,浇一次定温水就可以 把它放到室外的屋檐下 这三颗长寿花 扦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从外观上看 生机勃勃,长势良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根部生长情况 把它挖出来 根系发达 生长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健壮 很好 我们再来挖另外一颗 它的根长得密密麻麻的 非常的健壮 生长情况非常的好 最后一颗 把它挖出来看一下 也是同样的效果 通过我们的实践证明 扦插特别成功 你也试试吧 我还是在说 我一直看到 我还是在试试 做一些 我还是在试试 我一定会